现在习近平终于开始亲自抓经济了 那么他抓经济肯定跟李克强不一样 习近平在今年的1月1号 他专门就有了一个批示 也是对蔡奇的 还是对一些相关人士说 一定要讲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 蔡奇就领会了 蔡奇领会之后 所以他立刻去给宣传部部长 因为全国的宣传部部长开会 部长向命令 叫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就定了调了 就是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光明了 你想1月份那时候疫情是什么状态 那时候在那之后 其实中国的媒体就开始按照这个运作 说中国经济现在强劲复苏 复苏的好的领导人都非常吃惊 我告诉你 现在某某领导特别吃惊 中国经济这么强劲的复苏了 当时我是很惊讶 因为当时你看 华尔街日报其实是比较严谨的一个媒体 但是当时来讲的话 他就在那去鼓吹说中国经济复苏如何如何 对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很 就是看得出来他那段时间大外宣 就是他要把这个经济光明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思想 他要把它传递出来 通过这种出国转内销的方式的话 向中国国内传播 向全世界传播 让外资的话再去跑回来 对吧 进一步投进来 然后那些想跑的这些企业供应量不要再转移了 对吧 所以这其实他的一个很大的一盘棋在玩 所以这就是习近平亲自刷经济的特点 所以现在出现经济光明论 我觉得不奇怪 对吧 这就是习近平经济特点 另外呢 其实你看现在这些所有的数据 真正如果你看实在数据的话 你出口数据 降的对吧 有点吧 刚才说了嘛 其实汽车数据前两个月是整体降20% 所以你真正有看这些数据的时候 它就没什么好的 它现在唯一一个就PMI嘛 就是那个什么经理人指数 但这经理人指数呢 它其实是一个社调 这个一月份二月份 大家要不就是这个 带在家里不敢出来 因为这个疫情特别严重的时候 大量死人的时候 有几个人会说 我现在进去混合转了 不太可能 所以这某种意义上讲 我觉得这个社调 有可能也开始听党话了 它也被党这个光明论给感染了 就它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真实性 我是起怀疑态度的 我以前写过很多年的这个财经专栏 写尤其是股票市场 咱们谈这个股票市场 主要是谈价格 大家最敏感就是价格 这个股多少钱 今天多少钱 明天多少钱 你才有盈利嘛 价格是怎么来的 其实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经济学里面 已经说得很清楚 它是一个供需平衡的一个结果 那好了 中国现在就是你不许说不好 你必须说好 那也就是说这个经济是单向的 如果按照这个光明论的论调来讲的话 你别说一万点 十万点都可以 因为你永远都是向好 因为你只有买没有卖嘛 你这个股票的价格就只有升 不会有跌 过去实际上以前早期还有人批评 就分析这个中国股市 哪一个企业如何如何 后来基本上就开始了 要持证上岗所有的人你要评论这个股市 你要考试 你要通过一个考试 你合格了发一个证 然后你才能评论这个股市 如果你今天打开微信 你跟朋友说一句 这股市太差劲了 证监会可能是可以报警来抓你的 因为你这个非法评论这个股市 你知道这个已经在全世界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 现在更狠了 现在更狠了 你现在就是这个光明论一出来 现在谁敢说不光明 现在谁敢说中国经济不好 没有人敢说了 其实大家看那个中国股市它的一些特点 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升得慢 慢慢升上升 跌得快 抗吃一下 两天三天就给你跌下来 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很清楚 就是前面通过光明论 不停地把你吸引进去 到了某一个高点 国有资产要保值的时候 一砍就把你砍下来 就把你砍下来 他就他只要一卖 大家一害怕 空吃就跌下来了 这个当然他有内部的一些资料 比如说这个国有的资本 我有多少流动资金 能够投进去 能够往股市里面投 投到一定程度 我快没钱了 我知道我得套现了 他有他一圈人知道的 所以那帮人包括证监会 包括证券公司 包括投资公司 这一批人和他周边的这些联系 相关人士 我前面这20年真的是非常非常 发得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那个时候说 反腐进入深水区 就是谈要进入金融领域的 不过我说的这个 还是跟腐败有关 就是跟这个非理性的 或者说非正常的 不正确的 非法的 或者违法的东西有关 秦鹏说那个更可怕 秦鹏说这个根本就是当局合法的去收的 这个叫什么冻结资本在里头 对对对 这个吴敬连老先生都讲过 说中国的这个 就是说那个股票市场 对吧 他说好多人是讲这个叫做赌场 吴敬连老先生说他还不如赌场 为什么 你赌场的话是 如果有人看牌是要剁手的 对吧 你庄家的话 你维护这种市场平衡 问题是呢 中国的这个庄家 你是政府 实际背后就是政府对吧 你里边是有一些大客户 就是那些我们说国有资本背景的 那些证券公司 那些这个基金 对吧 你国有资产不能流失 你得让他挣钱吧 怎么挣钱呢 你得让他看牌呀 所以他就看了很多很多人的牌 包括那个向上 他有你政府传递他 好多这种政策信息 所以那段时间 我们记得这个贸易战的时候 很多的这些大证券公司 大基金来讲 他是能够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的 中国国内的小老百姓是不懂的 结果的话 经常会突然间打一下盘 或者出现一个什么东西 下边的那些股民们就特别正宗大门 发生什么了 为什么这个股票 好像又这么这么涨了跌了一下 他不知道 就是说信息封锁 这个是确保这些国有资本 去挣钱的一个大方式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里边还有一个呢 叫做冻结流动性啊 或者其他很多这种 拼命词啊 做局的一些操作 那是中央的大旗 中央大旗 对 你看啊 为什么叫冻结流动性 这段时间 就是他之前 做了很多次这种事情 就是中国这个整体的 这个货币超发 非常严重 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对吧 为什么大家整个 这么下来的话 大家偶尔只是说 什么大算涨一涨 或什么涨一涨 但是平常的这些消费 你发现基本上 没有特别涨 对 对吧 原因在哪 它有两大蓄水池 一大蓄水池 就是这个房地产 另一大蓄水池 是股市 可是你怎么能够 让把这个蓄水池 这个外边的水 倒进来呢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政府 就联合作局 就是通过这种 媒体的方式 告诉你 这个股市要涨了 经济未来如何光明 经济未好了 然后大家都去 开这种账户 对吧 所以最终的结果 都搭进去了 搭进去之后的话 那么当然 这些这个基金 也会跟着 然后把它往上 抬到 去抬起来 抬起来之后的话呢 那么 它不能永远涨上去 对吧 那么怎么办呢 那些要去趁时 要去收割庄稼 要把这个 这种我们说 盈利去锁住 那么要去收割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 那么官方来讲 它会有 它实际上 还不仅仅大家想象的 说是这个 有那些共同利益 或者政策 它有时候还有电话的 告诉这些基金公司 或者怎么怎么样子 就是突然间会告诉你 突然间砸盘的 所以之前 之前的时候 有过几次这种的 当时就直接砸盘 把这些所有的这些股民 普通股民 全打到里头去了 所以当时有一段时间 我有一个同学 是这个投资界的一个 也是蛮有名 也是蛮有钱的 对吧 它可能有个十几个亿 它管理二十多个亿的 这样的一个这种 投资基金 它有段时间都特别得意 我这有内幕 结果当整个这个大盘的 是在中央在操作的时候 你这些下边的基金经理 提前是不知道的 好多就咔给砸里头去了 结果就是那段时间 它自己的钱也被砸里头去了 所以就是它要锁住流动性 就是你把这个钱 你要锁到这个股市里边 因为一般的这个股民 当你没钱了之后 你会怎么办呢 不消费了 你不消费了嘛 对吧 然后你这个股票跌了 你怎么办嘛 我就忍着 我就不卖嘛 对吧 所以你就相当你把 这种流动性对锁死了 这个整个通货膨胀就起不来了 所以它里边有一大堆的 这种逻辑在背后 所以这个是个联合作局 你是辨别不了的 因为媒体在它手里边 这个证监会在它手里边 这些大基金 这个要保值的也在这里边 所以整个的这个 就把普通的股民玩了一个遍 对 我记得 以前是阴谋 对 但是这个我觉得 这次金融改革之后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是归国务院管了 以后再出现情况 你就是阳谋了 对吧 你就是明的来了嘛 我记得中国的证券市场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 就是原来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 叫做万国证券 结果万国证券 一夜之间给打下去 原因非常非常简单 他出发的启鸿刚才说了 这个国家大盘开始运动 没错 因为跟他对赌 他们是赌在了这个 一个国债期货 国债的交易的期货里面 结果他认为国债应该会升 对方认为会跌 就是大家对赌 就砸了很多钱进去 这个对方是什么 对方叫做中金开 中国经济开发发展公司 财政部的公司 哈哈哈 根本就是就很清楚 你跟政府对赌吗 你跟政府对赌 他没错 他的资本量更大 他赌赢了 但财政部出来说 你这个是非法的 全部你赌赢那一部分取消 然后管金生就做了监狱 管金生 赌赢了也没用 赌赢了也没用啊 你不算嘛 就做监狱 从此万国证券就没了 就被别人吞并了 后来上海的万国证券就吞并了 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 在中国 那就是我看到很多 这种基金经理自杀呀 就是在上海基金 可能牵扯到你受的那个问题 对对 我们现在谈这个中国整体的经济 刚刚咱们谈了很多 这个金融啊 资本啊 这个股市啊等等 秦鹏你觉得中国经济啊 它最重要最大的问题 或者面临这个结构性最大的问题 给我们这个高度总结一下 到底是有哪几个 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说这个有负债的问题 对吧 还有呢 就是政策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变化 你没人知道 它明天会变成什么样子 再有呢 就是我们说 目前就体现出最明显的 其实是信心 就是所有的人来讲的话 是对未来是看不到信心 所以这段时间 我们就看到这个 这一次的这个经济刺激是刺激不起来的原因 就是没有人有信心 对吧 消费者没有信心 所以他不买东西了 然后呢 投资者没有信心 那些民营企业家 经历了你几年的 老把我自己当这个 当做自己人 对吧 这是习近平 这次又在还说当自己人 对 那么同样我们看到 这些国外的投资者 那刚刚大家都知道 那个Mobius 对吧 那个是投资界大佬 过去就在几个月前 那还在鼓吹中国是道地 遍地是黄金 没错 对吧 结果的话 他回头说这个 他那个钱汇不出来了 就是大家都没信心了 说白的就这个意思 所以同样的 我们看到这个 外贸的这个进出口商 对吧 对中国也没有信心 所以他不从你那买东西了 所以我们看到 整体来讲出了问题了 那么同样的 对中国的这个政府 你认为他有信心吗 他也没有信心 所以那些官员们 其实很多也都在躺平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目前来讲是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 对 当然你要从深层来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 没有法治 是整个说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 因为市场经济 其实核心是什么呢 是所有的这些 整个在这个规则下 大家去玩 习近平在讲说 要去指导你 要去这个当自己人 要去怎么东西 其实企业家会告诉你 我什么都不要 你给我法治 你不要管我 对吧 我就行了 可是呢 党总要去关怀你 总要去管你 这个是最可怕的东西 对吧 他要亲自抓嘛 现在国务院是国有资产管理的执行机构 同时又是证监会的主管机构 那换句话说呢 一个最大的股东 他是在管理这个市场 这个里面他有很多冲突的 这对大股东有好处 不一定对小股东有好处 但是中国就像秦鹏刚刚跟我说的 一个很重要的底线是 国有资产不能流失 也就是说大股东是绝对不能受到损失的 对 那么当市场不好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那损失是谁 当然不是他 那就是对不起 我们这些人了 小股东 对如果是市场大增长 有好处的时候 那大头一定他赚 可能给我们一点甜头 吃一点点 但是这个市场是波动的 随时会出问题 那也就是我们随时会被他踩在脚下 变成一个踏脚石 他们有另外的东西 因为那你一个证监会和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局 两个人 其实是一个机构 一个人 有谁会去监督自己 损害自己的利益呢 我这个说实话 从人性的角度 我不相信这个问题